ヘヲ聊事記 天天的火星 大家好我是ヘヲ 今天來看亞美妮亞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次比賽也是公寓杯的比賽 ok 那眼尖的觀眾已經發現喔 HERA已經加入了GL戰隊了 但是呢他的觀戰...網站上面喔 他的ID還是AM的 但實際上呢 你可以去查HERA的維基版克 他已經加入GL戰隊了 河瑪哥跟Jordan也是離開GL 很有可能是把GL跟河瑪哥賣掉之後 買入了HERA這位隊員 所以這個GL戰隊現在擁有 世界第一跟第二強的選手HERA跟VIPER 所以現在有可能 世界上最強戰隊已經誕生了 就是GL戰隊 以前AN戰隊跟巨羅戰隊都在拚第一跟第二名 那現在誰是第二名 真的不好說 有人說是WWP 但我覺得這有待觀察 因為團戰歸團戰 單挑歸單挑 這個還不好說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亞美尼亞人這個文明 亞美尼亞人他的特色是他的羅車造價比較便宜 而且羅車的研發科技 這個一級伐木還有挖金挖石 這個效率可以再提升40% 所以他的只要延伸挖木還有挖金挖石 這科技的話他的效率會比一般的一級農 一級木一級挖金一級挖石還要再更好 多這40%加成 那後期的亞美尼亞人主要是打這個弓箭手 或有弓箭手可以無視對方裝甲刺行攻擊 還有這個森鋁 他的森鋁的科技也是全開的 只是很可惜他的森鋁沒有特殊能力 但是有這個戰鬥祭司可以用 那亞美尼亞人後期主要是打這個白血劍勇 但白血劍勇也是要看情況才可以用 也不是說你想出就可以出的 所以有些情況亞美尼亞人還是會轉出重裝騎士 還有這個弱馬去進行應對 然後我們的頻道中也有看過職業選手亞美尼亞人 用這個重裝騎士加字馬滾狀況 所以其實亞美尼亞人的騎兵並不是非常弱的 他只是沒有三級馬鎧 電話時代會稍微弱勢一點點 該必要出的情況下還是要轉出重裝騎士來用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開局時有免費的一台羅車 那這台羅車可以拿去探地圖 但是不能訓養動物 喬治亞人後期主要是打這個 莫納斯帕抱團騎兵 每五隻的騎士或每五隻的莫納斯帕 都可以增加一點的攻擊力 喬治亞人後期還可以打馬弓 還有火槍都可以 那他的騎兵路線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因為他後期的騎兵可以減少15%人口截面 只要金冠技術點下之後 而且他騎兵也可以回血 甚至連馬弓也可以 所以喬治亞人他的打法還是大多圍繞在騎兵路線上 其他的東西不太會出 雖然他有火槍但是沒有火炮 所以打起來會有點像是亞美尼亞人那種感覺 但是他比亞美尼亞人更有優勢一點 就是他有大衝車 當然亞美尼亞人沒有大衝車 也沒有工程工程師 這個部分就會比亞美尼亞人強上很多了 所以既有工程工程師的話 大家也知道工程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工程角度來看的話 喬治亞人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而Pera這邊的話只能依靠自己的狙群頭時機 還沒有補成工程師的情況下 慢慢進攻 那我這邊看到射箭場 已經補在前方 這場比賽也是新文明DLC 亞美尼亞人跟喬治亞人 在職業賽中少量的出現 很難得會遇到新文明對決狀況 雖然有但是不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HERA跟ACCM會怎麼打 那ACCM有人說他的實力有落差 但我覺得他有點看地圖跟文明吧 他其實沒有到非常弱 我個人認為他還是有在前 世界前10或前15吧 至少是非常非常頂尖的那一種 那目前看到是有槍兵走到這裡 那這裡有HERA的肉碼在這邊繞囉 看一下對方的經濟配置 八個人伐木 八人伐木算是偏少的喔 但是這裡我細節要值得注意喔 這個時間點是八人配木 封建時代8分26 但是不是喔這是比賽的這個時間 所以跟一般阿拉伯的時間不能這樣比 我們直接看這個八人伐木就好了 八人伐木然後在這個封建時代 剛上去大概一兩分鐘 然後農田呢就很難撒得出來 那你看如果這邊是石木配的話 就可以快速撒農田了 所以這個前期的細節配置喔 是蠻重要的 如果真的想要讓自己的四季帝國實力變強的話 就可以多從這些細節方面去多多注重 那你就會進步很快 那我覺得他這裡有點蠻奇怪的地方是 他明明是要打一個 外面打一個射箭場 然後去吃野味的一個做法 木頭卻配的很少 因為木頭配的越少的話 出射箭場單位是越來越難出的 你有點出肉麻不需要木麻 但你出毛病的話就需要 外面打野這個打法會風險蠻大的 但是這也是亞美尼亞人 跟喬治亞人的一個優勢喔 直接吃鹿肉 這個經濟效率是非常快的 好那喬治亞這邊使用毛病 稍微解掉了 黑拉的一些槍兵 後面一隻長槍兵 直接被一刀砍死 來不及抽到這隻刺猴 OK 那ACCN這邊繼續吃這個鹿肉 吃好吃吧 那黑拉雖然也是有羅車的為命喔 但是他卻沒有去吃野味 看來是有點打不太贏 對方的這些毛兵喔 那現在要轉肉麻出來嗎 然後轉 因為現在毛病有點打不太贏喔 要獲得主動選人跟抓到對方的村民的話 這邊轉肉麻是最好的選擇 這肉麻被戳掉了 所以通常高手們呢 這個時間點 看到對方毛病 數量開始起來之後 會去轉這個肉麻出來 那有人會說 可是現在轉肉麻的話 會不會拖到上城堡時代的時間啊 好當然是會拖到的 但是你不出肉麻的話 那就意味著 你很有可能會被對方的毛病喔 一直被壓著打 持續被壓打5分鐘 那他這5分鐘就可以一直爽吃這個野味 所以經濟的加成喔就會非常非常的好 他幹嘛在野外吧 OK野外挖金 我合約是去野外吃果子的 但果子的部分是不能用羅車吃的喔 這一點也算是遊戲中的細節 接著他 羅車不能放果樹蟲的肉 也不能放這個 辣 就是海邊魚群也不能放 好像連綿羊的肉也不能放 羅車只能放的東西就只有野味喔 還有木頭金石這樣子 這樣子 OK 那這也算是新文明的一個小小細節 好 那看到三隻槍兵走過來 抽不到 好 轉出肉麻 但是有槍兵依舊沒有辦法解的掉 這裡 HERA真的要打出優勢來的話 一定要點一擊射喔 但他現在這個資源量 不太可能去點一擊射 一定是要點到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 在點下之後 再去點一擊射 那ACC看到有出肉麻 情況下 拉了一隻槍兵到野味地方防守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應該可以看到 我們桃子亞這邊食物應該是有點優勢的 喔 結果兩邊差不多 看起來 拿四川去吃野味的路線喔 並不會讓他的肉量大幅提升 種田喔 其實也是一種方法 好 那HERA這邊利用自己的 控兵效果 截斷了後方的資源的兵力 那只要截斷兵力的話 本隊就會想要回去 救援後面的資源隊 這也是HERA想要獲得的效果 OK 這邊順利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毛兵 欸 槍兵 差點錯到 好險好險 ACCM這邊的打法 算是一個槍矛戰術 簡單來說就是槍矛戰術 那個戰術呢是比較常在 像是 拜登廷人身上看到啊 或者是立陶宛人 那立陶宛人為什麼會適合 是因為他有移動速度加成喔 如果對方會打槍矛戰術的話 自己有移動速度的優勢喔 很容易把對方追著打 那拜登廷也是有減免的 那以新文明來打這個槍矛戰術喔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勢 就只是單純的戰術 不需要而已喔 因為他這邊是需要吃野味 吃野味的關係 所以用槍矛去守的話 是最省資源的 但是很明顯 HERA是已經點下了城堡十蛋 馬上補下了一級射 這個順序是完全正確的 先補城堡十蛋 再補一級射 然後再補個品種 待會兒亞美尼亞人 看來是要來打騎士 因為之前亞美尼亞剛出來的時候 我就一直提倡說 玩亞美尼亞人 可以出騎士了 但有些觀眾就不這麼認為 亞美尼亞人就稍打白血劍勇阿 不然要幹嘛 之類的 但其實亞美尼亞人 真的真的可以騎士 連職業選手也為我證明了 亞美尼亞人 騎士 真的是能出的時候 還是要出喔 不出的話 只會越來越虧喔 好 這邊又毛兵 收掉了非常多的對方毛兵數量 這邊槍兵數量 我越來越少要往前丟 這邊想要包夾 唉唷 這個羅馬扣得很好 但前方的毛兵數量只剩下四隻 現在四打三 毛兵可能要再按個幾隻出來 好 那這邊可能要優先打下對方槍兵喔 這個羅馬一直沒事做 但是又不能被對方戳到 哎呀 戳到了 趕快轉騎士 然後這邊是單馬 結果再按騎士喔 所以待會騎士也不會變成 非常 非常重要的主力喔 就是城堡是在出席喔 我們頻道一直在講 城堡是在出席最重要的東西喔 最強大的單位就是騎士喔 然後再來就是生旅了 所以這個東西呢 都是職業選手們喔 城堡是在出席喔 會很常出的東西 果然馬上就下了一個強化教堂 那雅美尼亞人呢 第一個強化教堂 還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聖物 直接送一個聖物到你的教堂裡面 以前的最香 好 騎士出來了 而且這裡有品種喔 血量120滴血 非常厚 而且這些肉馬也可以吃到品種的加成 好 那喬治亞這邊城堡時代 也一定是打騎士 那以騎士互達的情況下 喬治亞人還是有優勢的 還有這個血量的回血優勢 而且喬治亞人城堡時代喔 也可以蓋強化教堂喔 增加自己的經濟 10%的工作效率加成 那待會應該是可能會 補在這個區域喔 金跟肉的位置 先補一個強化教堂 但... 以現在的喬治亞的Meta來說 還是會先開一個城鎮中心之後 再去補下第一個強化教堂 這個流程方面喔 還是會有點太一樣 並不會立刻馬上補下這個 強化教堂 結果他不在上面 WTF 直接守在北方 我剛剛說的是開農情況喔 開農情況 那如果不是開農情況 像這種特殊情況 在野外打野需要一個庇護手的話 也可以這樣做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 不太好 如果是亞美尼亞人這樣做就算了 因為亞美尼亞人強化教堂不會增加工作效率 他就等於是說 讓自己開TC的機會喔 拿去... 蓋了庇護手 那像呢 HERA這邊的打法 就會比較適合喬治亞 先開城鎮中心 再開喬喬教堂 這個打法會更適合一點 那現在喬治亞人呢 是全力一爆騎士喔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只要轉出少量的聲率喔 去招牆騎士就可以搞定了 好 這邊守村可能要死一村 唉唷 差一招 好 那這邊亞美尼亞人 轉出了一隻戰鬥祭司 那戰鬥祭司呢 這個單位喔 雖然是步兵喔 但是他是可以去撿聖物的 但是不能招牆的單位 那他撿聖物的移動速度呢 也是比一般的僧侶還要快的 所以要撿聖物的話 一定... 亞美尼亞人都是用這個戰鬥祭司去撿的 而且黃金的造架呢 也比這個僧侶還要拚喔 甚至可以稍微反擊一下洛馬 所以... 戰鬥祭司是一個不差的選擇 OK 要撿聖物就用戰鬥祭司 要招牆的話就用聖物就用聖女就好了 唉唷 這邊被砍死了一村 但ACCM的打法 算是有點落後了 原來如果... 不先開TC的話 村民會落後非常多喔 先開強化教堂的話 雖然可以確保上面打野隊的安全 但是並沒有辦法讓自己的經濟快速擴張 反正是... HERA這邊喔 直接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我的天 這個有點猛 這裡直接招牆掉兩隻騎士 亞美尼亞人補下了神聖思想 我們剛剛開頭有講喔 亞美尼亞人他的生旅科技 基本上是全開的 所以這邊有可能會打一個... 生旅戰 然後去招牆喬治亞的騎兵 這個是... 待會應該是能預見的事情 好 右邊一個烏魯魯 招牆到了一隻騎士 哇! 結果... 騎士扛不了老頭 老頭又活了下來 好 但是下方的騎士也被解決掉了 這些騎士還在這邊繞 這兩隻生旅應該是有去無回了 直接硬招吧 一隻兩隻 OK 招到兩隻騎士就不上虧 這就是... 城堡時代初期最強大的兵種 騎士與生旅互相克制的單位 OK 那 亞美尼亞人這裡補下了... 耕種技術 增加一下騎兵的移動速度 這個沒想到還要繼續走騎兵路線嗎 這個讓我有點意外喔 好 那... 喬治亞這邊村民已經開始落後了 用山村對上81村 而且亞美尼亞人是4TC喔 還比你多了一個村 一個城鎮中心 4個城鎮中心不夠 你有試過5個嗎 我的天 原來是今年是5倍阿 5倍城鎮中心 OK 招架這邊是直接一個... 硬上肉麻 這邊展出輕騎兵是正確的選擇喔 三刀砍死一隻生旅很重要 亞美尼亞人的生旅是很麻煩 OK 那這邊戰鬥技師還在撿生物 欸 上面沒有剪刀嗎 還是它其實上面有補一個強化教堂 好 看起來沒有 OK 亞美尼亞人開 從中間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呃 喬治亞人的爆團騎兵喔 要到城堡時代中期或後期喔 甚至要到地出地後 這個莫納斯帕數量多起來才會厲害 這個時期喔 確實是亞美尼亞人比較有優勢的地方喔 這邊可以盡早投資生旅科技喔 然後去用戰鬥技師撿生物 然後轉騎士 然後用生旅去著想防守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我比較喜歡玩亞美尼亞的方式喔 那HERA確實也是這樣子打 這樣打的優點喔 就是讓自己更好防守反擊開農 我自己也是一個很喜歡開農的玩家 那HERA在今年跟去年的表現喔 也轉型成為防守反擊開農玩家了 再也不是那種特攻型玩家 各種ALL IN 然後尻尼一波的那種打法 越來越穩健了 這是我對HERA的一個 非常 敬佩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要把自己的打法轉型喔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人類的一個習慣喔 是很難被改變的 那HERA可以克服這個 一直強攻的習慣 而轉成這種防守反擊的一個打法 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那HERA這邊是用少量的騎士 解掉了左邊輕騎兵的問題 下方ACCN直接蓋堡 想要插爆這一根 城鎮中心 這邊直接一個硬圍 圍得很快 哇 這個反應很快 但裡面的村民可能逃不掉了 這個城堡 HERA暫時解不掉 正然經典的帝王時代 經濟效益實在太好 那ACCN應該也是有意識到 他兵這麼少應該是點帝王了 肯定是要用城堡強插一波 先插到他的城鎮中心點上 待會就可以 先解一些城鎮中心 賺一些村民了 那如果 ACCN能把這十三村拿下來的話 稍微可以經濟補正 好 當然這邊沒有騎士助手 所以這邊還是可以把村民放出來 沒有啦 現在應該是沒空 現在很忙 這裡的村民要跑了 趕快跑趕快跑 滴掉 走了走了 去下面開了新的城鎮中心 下面的騎士送光 喬治亞在上面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上方的城鎮中心應該又要爆開了 喬治亞他的高打低的效果也是很優秀 因為他在高處可以減免40%傷害 比一般的50%再加40% 誒是怎麼算了 有點忘記了 好像聽說總共是減免65%傷害的樣子 那不管怎麼說呢 這個喬治亞人他的高打低是很好打的 而且這個是包含城堡也是 但這張地圖的高地跟低處 好像是沒有的樣子 只要他這個效果基本上就被吃掉了 所以不能用這個高地寶 去一直用團隊加成 修理減免的效果 一直去修城堡 所以待會亞美尼亞人出巨頭的話 城堡應該是很快就被解掉了 好 這裡四隻騎士 稍微打架一下 好 要不要先打老頭 老頭先扁 nice 可以啦這邊先打老頭 解掉兩隻老頭就可以了 好 那HERA這邊已經轉出了槍兵 撲揮技術一擊的步兵台甲還有攻擊力 中間在補一根堡 想要防一下這裡的挖金碰村民 好 喬治亞這邊是轉出了一些木納斯帕 城堡打帝王 所以再繼續出木納斯帕的話 就真的沒機會點帝王咯 目前AC線還是有機會可以點帝王 只要用這兩根城堡 再加上自己的修理很便宜的特性 外多撐一下 把這個城堡撐足一點 然後去點下帝王時代 會比較好 不然城堡打久了 會越打越劣勢了 不然你可以在城堡時代 一鍋把對方給端走 那目前看起來是不太可能 原來攻城器偏少 而且也沒有辦法處理掉這兩棟城堡 一定要從下面進攻 上方少量的木納斯帕 抓到了一些村民 但黑魯拉這邊收村速度還是很快 但強化教堂只能放十個人 還有一台羅車 放出來又被補 OK 吉兵這裡補下了一些數量 又補了一個城堡中心 黑魯拉就是一直農一直爽 斯基帝國最強的打法 就是開農型打法 Ryper跟Hera 這個佔據世界第一跟第二的玩法 都是這種開農型 沒有什麼雜技 什麼特殊戰術 都沒有 就是穩健型 開農上去 爆打你一波 有經濟就有兵力 沒經濟就沒有兵力 這個道理很簡單 OK 那喬治亞這邊是點下帝王斯帕 但是有1分50秒的空窗時間 那裏要怎麼夾呢 對方有大量槍兵 而且已經轉出了複合弓箭手 我的天 複合弓箭手 複合弓箭手打騎士速度其實蠻快的 而且是打遊俠也很快的那種 畢竟不用去想辦法解除對方的防護力 直接無視 但是缺點就是 射的速度 還有射程是有點偏短的 後方還有曹治亞的路納斯帕在進行BD 但是射程還是有看到 有人在後面偷搓 結果後面 在前方巡弓的擊兵沒有做到事情 但還不錯 前方已經有三台巨頭在攻城了 現在喬治亞戰時間解不到這坨兵力 這坨兵力要解完的話 一定要轉出大量的戰毛兵 三級色化學要趕快補 三級色補下了 這邊還能夾住嗎 好 亞美尼亞人 轉出了 光甲步兵 OK 怕學運步了 好 這裡戰毛兵要一直按 射箭場夠嗎 四個射箭場 這點少了 哇 看起來 ACCM要被HERA爆打一波囉 後面的亞美尼亞的複合弓拳手 實在是有點麻煩 而且這邊直接轉白血禁有的話 待會戰毛兵也捏得打 哇 HERA這一波直接秒殺 這一套的亞美尼亞的打靶思路相當不錯 城堡是在初期用騎士跟生女防守跟進攻燒了 然後中期轉出槍兵 然後地盟時代先轉擊兵 然後後轉複合弓拳手 然後再轉白血劍勇 哇 整套流程 HERA都想得清清楚楚了 這個打法非常兇狠 好 但是現在戰毛兵有優勢 因為長劍兵踩剛升上去 但現在HERA的經濟已經突破天機了 來到139村 黃金庫存 還有3000黃金 而且這邊巨型頭司機 喬治亞暫時解不掉 那復活弓箭手射戰毛兵也是很痛 不是裝甲打戰毛也很痛 但是他被戰毛打也是巨痛那一種 好 本來還是比較硬點 畢竟人家不用黃金 自己的可是需要黃金的 好 這邊點下了金冠技術 血量來到了高達90滴 待會升到劍兵勇是100血的劍勇 就登場了 好 現在雙手劍兵想砍誰就砍誰 這邊 復活弓箭手 在躲戰毛的傷害 躲掉了好幾發 躲掉了兩發之後還是中彈了 但是對方的戰毛兵數量已經變少 但喬治亞有火槍的關係 所以現在要弄這些劍龍應該還是有機會 但經濟已經來到了極限 農田數量有點少 喬治亞這邊木頭有點爆量 這邊要轉火槍又轉戰毛的話 木頭不需要這麼多 需要轉到50片田以上 亞美尼亞人點下了劍兵勇士的升級 但是ACCM這邊打出了聚聚 黑了也打出了聚聚 哇 黑了這一套的亞美尼亞 全加餐 打得非常好 騎兵步兵攻兵都有稍微升級 那工兵單位呢 也只有升級的重點 這個射程全部點下去 防禦完全不點 畢竟他可能也知道 這個 復活攻堅守 有防禦跟有跟沒有一樣 本身防禦基本就是零 而且聖精銳的話 也只是提升五點的血量 並沒有對自己的傷害力 有大幅提升的效果 所以黑了這一套子的套路 非常的明確 雖然亞美尼亞人的劍兵勇士 沒有辦法快速速成 但是如果把後期所有的資源 投資在劍勇身上 是可以很快速量產起來 還有趕快轉出劍兵勇士出來 打這個白血劍勇 配上復活攻堅守的一個流程 那這一套流程呢 可以讓喜歡打亞美尼亞的觀眾 一個參考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部分呢 是來到了 哇靠六萬億 整整贏了一萬三的資源 木材十五黃金 全部都贏 黃金就是贏了快一倍啊 我的天啊 四個生物的威力 太屌了 好 軍事方面呢 KD兩邊是差不多的喔 那 最近也有看到觀眾在說 喬治亞人跟亞美尼亞人 到底誰經濟比較好 有人說是喬治亞 有人說是亞美尼亞人 那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亞美尼亞人 可能會更勝一籌 最近 在上次的改版喔 這個 旅車裡面的經濟效率 從25%提升到40% 雖然拔掉三級伐木 但整體提升 感覺還是挺有感的 如果是以前來說的話 可能是喬治亞人 更有優勢一點喔 畢竟是範圍增加10%的工作效率 但是 現在的亞美尼亞人 可能經濟會比喬治亞人 還要再更好一點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訂閱